柯文哲是混蛋啊 害我們都這麼傷心這麼難過在這裡啊 如果這個邪惡的政權我們不敢拚 我們都不會有明天的 柯文哲 混蛋 得罪賴清德還不是混蛋嗎 蛤 如果以前黨外或是民進黨的運動集會 在這邊南順空下面 警察會給你這樣站著一圈 還坐在裡面看嗎 以前國民黨警總要派警察來 還要穿便服偷偷躲起來 現在不必 全部給你露起來 誰有來 一個都跑不掉 小弟 上個禮拜 不好意思 我們只是要去控告北檢 洩密 有看到 新聞有看到 控告北檢洩密的下場是怎樣 穿制服的趕快處理 沒有錯吧 處理啊 不是 也不是什麼英雄啊 就是 你要當成 我跟你講 實際狀況是 你要當成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路過 博愛路 就脫走了 就在地上摩擦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讓大家看到什麼叫真相 柯文哲是混蛋啊 害我們都這麼傷心 這麼難過在這裡啊 柯文哲為什麼要得罪戀親德 因為 如果這個邪惡的政權 我們沒有給他拚 我們都不會有明天的 花季過了 明年還會有花季 但如果台灣的民主自由 司法公平被摧毀了 你的小孩跟我的小孩沒有回來對不對 對 對 在兩千礦貝尼 特徵組要 生押 陳水扁的時候 民進黨的黨團 再來開機家火 他們都有兩個標語 第一 不要 侵犯司法人權 第二個 不要違反 侦察不公開 現在有侦察不公開嗎 是不是這兩個都被破壞了 對 那時候民進黨的黨團幹事長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出來的話 他說如果生押陳水扁 就是押人取共 就是侵犯人權 賴清德的人權是人權 柯文哲人權不是人權嗎 這不凍結中中的預算 第二 你跟賴清德說 不要違反侦察不公開 這邊是侦察不公開 變成侦察全公開了 所以我們明確的要求 賴清德總統 出來告代 陳水扁的人權就是人權 柯文哲不是人權不是人權嗎 現在 我們的人權受到迫害 被侵犯的 違反了侦察不公開 總統說要說好不好 賴清德沒有說明之前 第二個 賴清德的古年 總統代算的變成會 上面 他情緒給我們全民承諾 說他如果動散 他要來日本人 有嗎 他說他要來日本人做國情報告對不對 還接受備詢對不對 現在都撞起來變天馬總統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求我們總統要有誠信 說話要算話對不對 他如果沒有來日本人做國情報告 第一 他沒有針對我們的人權受到迫害 偵察不公開全部被破壞了 他沒有說說明之前 我們的一三就不放大公好不好 好